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特别是新年就快到了 先祝贺大家新年非常非常快乐 愿主的平安喜乐 大大充满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Amen 我想今天就是跟大家能够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成功 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期望能够成功 从小长大 我还记得我的妈妈就为我预备一个成功饱和 我不要你有名 一个成功饱和 什么呢 就是反正我从小长大 什么奖状啊 奖牌啊 都会收集在一个盒子的里面 就是我想也许你也有 你父母总是为你从小长大 所有的东西都把你收集在一起 带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一个期望 那当然也是我们自己的期待 我们希望能够成功 那什么是成功呢 你知道世界上所说的成功 我叫做齐头式的成功 什么叫齐头式的成功 就比如说从小我们考考啊 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联考这种东西 以前我们就考联考 什么叫联考 就是齐头式的成功嘛 只有一种标准啊 适者生存啊 那个就是齐头式的一种成功 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在教会里面也是有一种齐头式的成功的标准 好像会讲道的牧师才会成功啊 所以呢 以至于很多传道人被神呼召呢 就有一种很深的挫折感 因为他不能达到这种齐头式的标准 那常常因为在这种世界上的齐头式的成功的标准 以至于我们呢 能常常就失去了自己 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 我们的一个命定 我们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但事实上神眼中的成功 跟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啊 是不一样的 世界上的成功是齐头式的成功 但神眼中的成功 我叫做立足式的成功 是立足点的成功 所以你看见啊 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讲一个比喻 讲到一个主人给一个仆人五千两银子 另外一个两千两 另外一个一千两 那个五千两的人去赚回五千两 那主人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两千两的又去赚回两千两 那主人又说忠心良善的仆人 你就发现这是立足点的这个一个成功啊 是五千两赚回五千两 那个赏赐跟两千两赚回两千两的赏赐一模一样 从世界人来看五千两才是成功啊 对吧 他赚五千两又有五千两赚回 从世人角度来看五千两是成功 从神的角度来看不是 给你五千两赚回五千两那是成功 给你两千两赚回两千两那是成功 那换句话来说那个拿一千两的呢 只是因为他把它埋藏起来 但是如果说那个一千两 用了一千两赚回一千两 请问那个赏赐是不是一样的 当然是一样 这就是神眼中的成功是立足点的成功 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计划当中 能够实现自己那就是神眼中的成功 所以还记得这个前清华大学的校长张明哲先生 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什么是成功呢 成功就是尽己之信 说得真好 尽己之信 那就是成功 那我想真的在神的计划当中 能实现自己 完成自己 那就是神眼中的成功 那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 成功的人生呢 我今天就特别从很多方面来分享 怎么样 我相信我们都渴望能够成功 那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呢 我从七方面跟大家很快的分享 第一个 一个成功的人生呢 就是要认识自己的长处跟短处 要认识自己的长处跟短处 也许你会说 这个刘牧师啊 这是会不会太简单的一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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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并不像你所想象那么简单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优点 每一个人也都有缺点 Amen 我相信我们都同意 但问题是 你知道你的优点是什么 你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 答案就不见得了 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知道自己的优点跟缺点 就譬如说 如果你问每一个传道人 他的恩赐是什么 我敢保证90%的传道人会告诉你 他的恩赐是传道以及教导 但如果你问他们的会众 那个答案就不见得是如此了 可见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见得真正认识自己的优点跟缺点 那其实要认识自己优点缺点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就问一下你的另一半就好了 但是当你另一半讲出来的时候 请你不要恼羞成怒 这是最重要的 我才不是这样弄 你能够真的谦卑下来聆听一下 为什么要认识你的优点缺点这么重要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因为当神使用你的时候 其实神永远按照你的长处来使用你 你千万不要 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有一种 错误的这种梦想 就是信了主之后 圣灵大大充满之后 哇一夜之间 所有的缺点都变成优点 神的能力降临 你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误的幻想 让我告诉你 这些年在服事当中 我越来越看见 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九 我不敢讲说百分之三 我把最后剩下百分之一留给上帝 他还是请神迹其事的 百分之九十九 神按照 神所创造你的优点来使用 所以我们看见 要认识你的优点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第二个 你所能奉献给神的 永远只是你所认识的你自己 那记住 你所能够奉献给神的 永远只是你所认识的你自己而已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在神面前献上 全所有奉献 全所有献上 很好 可是你要知道 你说全所有献上的时候 你所献上的只是你所认识的那一部分而已 所以其实在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需要不断的献上自己 不断的把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自己献上给神 所以要常常的反省自己 认识自己 你的优点是什么 你的缺点是什么 在你一生当中 永远记得 要发挥你的优点 不要发挥你的缺点 所以我常常说 一个人如果你唱歌像杀鸡 那我告诉你 无论你怎么练 你只能从杀鸡到不杀鸡而已 但是你怎么能够跟那些 天生下来就意大利美声歌喉的人相比 不能比的 你的缺点就是你的缺点 你的优点就是优点 永远不要去发展你的缺点 要记得永远要发展你自己的优点 也不要去模仿别人 因为你不是他 他也不是你 他没有你身上的优点 你也没有他身上的长处 永远不要模仿别人 认识自己的长处跟短处太重要 要成功 这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你知道我自己 其实我并不 并不是一个天生啊 就是一个很合适做牧师的人 我常常很羡慕一些牧师们 真的一下子就跟人打成一片 你知道就好朋友一样 而且呢很容易 小孩子他身上爬来爬去 哇就好自然像一家人一样 哎呀我好羡慕 这种一下子跟人就很 亲和力很强 我其实不是 有时候你知道 认识我都知道 我在台上滔滔不绝 一下台一句话都没有 就是我不是那个很容易 跟人能够很快打成一片 我自己常常觉得 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天生 很合适做牧师的人 那不是我的优点 是我的优点 但是我却知道我的优点是什么 我的优点呢 就是我是一个 能够看见很远的 能够看见很远的一些事情 我能够是一个 很能够鼓励别人的人 我是一个很能够 discipline我自己 也很能够一个 去实际去做doer 我是个doer 我是一个能够看见 一些比较遥远的事情 远方的事情 而且会鼓励别人 而且是个实际去做事的人 我就这些年做牧师的时候 我就抓住我自己优点 我就 拼着发展我的优点 好让我的优点成为我的优势 现在大家都常常看到我 刘牧师你是很 很好的牧师 很成功的牧师 但是他们都看到我成功的那一面 我的优点的那一面 他并没有看见 我的缺点的那一面 有些我很难跟人家 很快的能够 有一些很密切的关系 但是呢 我的优点却遮盖了我的缺点 有些很重要 在你人生当中成功第一个 所以基本也很简单的一个因素 你认识你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吗 我再说如果不认识 嘿 问一下另一半试试看吧 记住不要恼羞成怒 OK 第二 一定要清楚的目标 一定要有清楚的目标 你知道一个人 他的生命 一定要有定向 你到底想做怎么样的人 你知道吗 你到底在一生当中想干什么 想过没有 你知道一个 有一个这个很出名的 积极思想的演讲 叫做Person 有一次他问一个年轻人 他说你好吗 那年轻人说每天都一样 他就问他说 请问你一生想做什么 他没想过 他又问了 请问你有什么专长没有 也没什么特别专长 他说 那有什么事情你觉得 能够带给你满足的 年轻人说 真的有什么事情 可以带给我满足吗 这个Person就这个年轻人说 年轻人 我问了你人生当中 三个最重要的问题 你的回答都是一无所知 当你最好回去 好好重新思想一下 你人生当中到底要干什么 第二年我不知道你呢 你知道你人生要干什么吗 你想要做怎么样的人吗 J.C.Penny 这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商店的 创办人就是J.C.Penny 他曾经说过这句话 他说你给我一个有目标的仓库管理员 我就可以给你一个创造历史的人 如果你给我一个没有目标的仓库管理员 那我也只能给你一个仓库管理员 懂我意思吗 一个有目标跟没有目标差太远了 你在你的工作上做仓库管理员 没有目标你永远就是个仓库管理员 但如果你是有目标的仓库管理员 你就是一个可以创造历史的人 人生一定要有目标 你一定要思想这件事情 当然人生的目标怎么来呢 从祷告而来 做基督徒 我想我们人生的目标 不只从我们自己凭想象而来 最重要的是神要我们做什么 那你要求问神 你还记得保罗遇见主耶稣的时候 他在往一个大马色的路上 被大光光照 扑倒在地 当他扑倒在地的时候 他问了主耶稣两个一生当中 他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主啊你是谁 他知道这是他的主 他知道这是他的主 只是他不认识这位主 说主啊你是谁 我一定要认识你 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们看见第二个 你马上问下 接下来就第二个 主啊那我当做什么 他知道耶稣他的主 他就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那主啊我当做什么 第二个问题太重要了 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问的一个问题 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耶稣不是你的主 那就算了 但如果耶稣是你的主 就像保罗那么清楚的知道 他就必须要问第二个问题 主啊我当做什么 今天你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很认真的去问这个问题 主在我一生当中 我当做什么 祈求神 神必定要指引你的道路 Amen 当然另一方面 人生的目标也是需要被神所调整 被神所调整 你知道我们人常常会 很容易有很伟大的目标 我们常常想为神做大事 特别的 想为神做大事 我还记得当我们刚刚搬进 我们现在这个building 2003年的时候 我们交流是非常大的一个building 刚刚搬进了2003年的时候 我们从一个比较小的租借的地方 忽然间搬到这么大的场地的时候 哇我们跟同工们 我们在一起就有很多的梦想 很多的梦想 怎么样为神做大事 这么好的场地 怎么我们就想很多想很多 我就想我应当找 这边在这里当时一个 最大的一间教会 Jubilee Christian Church 我就想我应该找他的牧师 去问他 寻愿给我什么宝贵的意见 我就打电话给 这个Pastor Dick Bunnell 他是当时在那里时候 做主任牧师 我就问他说 我可以跟你约谈一下 我想问一下 怎么样发展教会 他说没问题 我说要吃什么呢 他说我最喜欢吃dim sum 我说太好了 我们就吃点心吧 我们就坐下来 我们在吃点心的时候 我就滔滔不绝 把我们的梦想 讲到想做什么事情 我就发现在整个午餐当中 他非常的安静 都没有讲话 一直听我讲 讲完了 等到吃完了 我们站起来的时候 他就拍拍我的肩膀 对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只要做 你做的好的事情 就好了 哇你知道那时候 这就好像 突然间 一棒子打醒我 这么宝贵的 这么简单 这么宝贵 他说只要做 你做的好的事情 不要一大堆梦想 什么东西 好高物源 做不到 你能够做的好的是什么 好好去做 哇那句话 真的给我非常大的提醒 也再次重新调整 我们教会一些目标 一开始我们想好多事情 但是我们想 我们做的好的事是什么 我们就专心 做好那些事情 一直到如今 这个原则都帮助我们教会 持续的发展 直到如今 所以我们看见 有目标很重要 也需要常常被神 所调整你的目标 Amen 第三 一定要做一个 解决问题的人 要学习做一个 解决问题的人 也许你从来没有 想过这一件事情 但很重要 因为我常常说 在你一生当中 人们会因为两件事情 纪念你 OK 记得 人们会因为两件事情 纪念你 一个就是你所解决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你所制造的问题 OK 人们会纪念你 因着你所解决的问题 人们会纪念你 因着你制造的问题 人们会永远纪念 什么叫制造问题的人 制造问题的是永远 怨天尤人 做错事情 永远只为自己辩解 他们所看见的 只是自己没有的东西 一个制造问题的人 永远只看见现状 埋怨现状 看不见远景 所以常常在所处的环境当中 一筹莫展 但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就不是这样 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永远不会怪罪于别人 永远是运用现有的资源 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不是看见现状 一个解决问题 永远看见前面的目标 看见的目标是什么 不断的调整自己 能够向前进 我们看见 要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太重要 当然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有时候会解决问题 对不对 也有时会制造问题 我们都制造过问题 也解决过问题 但有一件事情 你需要明白 请问你 很重要一件事情 请问当你在你的环境当中 在你公司当中 你解决的问题 是多过你制造的问题 还是你制造问题 多过你解决的问题 想过没有 如果你解决的问题 大过于你制造的问题 那下次公司升迁的时候 一定有你一份 但如果是你所制造的问题 大过解决的问题 那我告诉你 下一次要这个裁员 非你莫属 你不需要很惊讶 怎么是我 想想看你制造的问题 大过解决问题 还是解决大过制造的问题 所以当你在公司上班 或在生活任何一个景况当中 你永远要学习 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解决问题的人 怎么样能够学习 做一个解决问题呢 第一个 不要逃避问题 不要逃避问题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啊 就有这种逃避的本性 我们常常觉得 啊 这个也许我们闭个眼睛 睁开眼睛问题就解决了 特别基督徒 我告诉你 基督徒是特别会逃避问题的 基督徒怎么逃避 就借了祷 不是说祷告 不是说祷告很多 但是我告诉你 太多的时候基督徒借了祷告 我们希望祷告啊 祷告好 一祷告完 睁开眼睛问题就解决了 阿里路亚 上帝 有时候你不 不肯认真去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祷告完了 阿们 那个巨人在里面更大 我告诉你 问题没解决 逃避问题 永远不能够解决问题 不要用祷告 做逃避的方法 祷告很重要 但不是帮助你逃避问题的方法 第二个 不要埋怨问题 啊 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埋怨 特别在公司里面 这个不顺眼 那个不顺眼 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埋怨 中国人会逃避 会埋怨 这都是我们的本性 难怪有时候在公司里面 我们常常 很多在里面心里很 很不喜乐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逃避问题 埋怨 你一埋怨我告诉你 你就看不见解决问题的机会 很重要吗 其实很多时候 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眼前 但你一埋怨的时候 你就看不见那个解决问题的机会 错过的时机 错过机会 你就把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机会给了别人 结果别人抓住这个解决问题 他就升迁了 你反而没有升迁到 所以很重要 遇见问题的时候 不要逃避 不要埋怨 第三个 从你所有的开始 做你所能做 很重要 解决问题怎么解决 从你所有的开始 你有什么 你不要从你没有东西开始 不要一天再看我没有的 你有什么 从你所有的开始 做你所能做 这就是解决问题的起步 的起步 你看见所有的神迹发生都是如此 你看五饼二鱼 什么都没有 从你所有有什么 五饼二鱼有吗 能做什么 献上给耶稣吗 从你所有的开始 做你所能做 我们看见神迹就发生了 你看见 公讲耶利哥城也是一样 约书亚带领公里一样 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除了什么 有人 以色列人很多了 对不对 神没有叫他做不能做的事情 没有叫他 没有的 你有人 那就叫以色列人 一天围绕耶利哥这一圈 做不做 能做了 能做了 绕城可不可以 能做了 从你所有的开始 做你所能做 神迹就发生了 突破就是这样 突破就永远从你所有的开始 做你所能做的 学习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特别在你公司里面 你一定要学习 你在每一个部门 无论在哪个部门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学习去解决 在这个部门里面所有的事情 学习 千万不要说有有不甘 很多中国人到一个公司去 那是不是我的事 我就不管了 那无论我关系 他的是 你错了 你想升迁吗 你一定要在你的部门里面 学习去解决你部门里面 所有的问题 一旦你可以解决你部门所有的问题了 我告诉你 别人都看得出来 下一次升迁绝对是你 你立刻要到部门主管去 到任何一个公司一样 如果你懂得到一个 解决你公司所有的问题了 那你就超越这个公司 你在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是你成长的过程 成长的过程 所以我知道 一定要不要 不要有这种不关我事的态度 中国人最糟糕就是这个态度 不关我的事 与我无关 那你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了 知道吗 所以不要逃避 不要埋怨 从你所有的开始 做你所能做的 我们看见 这就是一个解决问题 一旦你成为解决问题 你必然 必然能够在公司里面 不断地往上爬升 Amen 第四 一定要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太重要了 成功 其实常常不在乎你的才干 你知道吗 我看见很多的人很有才干 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怀才不遇 很多的中国人常常有这种 特别在美国做事 怀才不遇 你知道吗 因为忽略的很重要的人际关系 成功常常不在乎你的才干 成功在乎通路 很重要 通路是很重要 人际关系 就是一种通路 所以有人说 中国话说 有关系就是什么 没关系 你听过了吗 没关系就有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太重 一有关系 什么都没问题 没问题的 你没有关系 什么都有问题 所以 关系就是一种通路 一种通路 所以一定要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怎么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第一个你一定要学习 与人相处共事 跟人际同事 要学习彼此的配合在一起 做一个属相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做一个好的属相 懂得跟老板相处 不要一天到晚就埋怨老板 OK 你知道老板也不好当的 你要替老板着想一样 你要从老板的处境 为他 不要一天想到你自己 怎么可怜 你要想到老板 怎么去为他着想 真的是想到他的处境 你要让他放心来依靠你 这很重要 你老板能不能放心依靠你 而且你要学习 主动回报 中国人很缺乏这一点 我们以为老板都知道 我告诉你 多半的老板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除非你要主动告诉他 主动告诉他 主动告诉他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中国人很讨厌印度人 在公司里面对不起 我们好讨厌 No 你知道印度人有一点很知识 他常常跟老板说他做些什么 这个很重要 你以为老板应该知道 No 我告诉你老板太忙了 老板多半不知道 老板都听你告诉他你在做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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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告诉他就觉得你好像什么都没做 你知道吗 所以你应该主动常常回报 告诉他 我做了这些 我做了那些 懂得跟老板相处 让他认识你 你要知道他不完全的人 你知道 你要为他着想 能够帮助他 让他放心的依靠你 这很重要 做一个属下 这是你的责任 那做一个主管呢 要好好做一个主管 公平对待属下很重要 要公平 常常关心他们的福利 不要只是关心你自己的升迁 关心属下的福利 所以还是个好的老板 所以我们看见你一定要懂得跟同事相处 第二个你要选择你相处的人群 你要选择你跟他在一起 你要因为你相处的人群 就会影响你的思想跟做法 所以中国话说 禁诸者什么 刺 禁末者 黑嘛 你要选择跟哪些人在一起 跟选择 不跟哪些人在一起 要记得 千万不要跟那些一天到晚埋怨人在一起 不要跟那些一天到晚埋怨 因为埋怨会传染的 你跟那些埋怨人在一起 那你也开始埋怨起来了 你跟那些一天到晚在诉说老板不是在 那你一天到晚诉说老板不是 这种人要远离他 千万不要跟埋怨人在一起 你一定要跟那些心中有梦想的人在一起 要跟那些心中有梦想在一起 能够开拓你的眼界 我最记得这个 你知道Apple公司的创办人 C Jobs 有一次他到百事可乐公司 要去挖角 要去把他们的高级主管挖过来 他怎么去跟那个百事可乐高级主管 要他来苹果公司来上班 他讲这要是经典的话语 他就对这高级主管说 你要一辈子卖糖水呢 百事可乐糖水 你要一辈子卖糖水呢 还是希望有个改变世界的机会 哇怎么比 怎么以前那个百事可乐公司 糖水糖水 现在改变世界怎么比 忽然间哇眼界被打开 视野被打开 你怎么那个不跳槽 我请问你 怎么怎么比 结果一就跳马上跳槽 怎么能不跳槽 改变世界的机会 你看见你跟着有梦想 你的视野就被打开了 你不会一天到晚只看见 糖水糖水糖水 你会看见 是能够改变世界 如果他能够这样做 我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你所相处的人 相处人 跟着有梦想的人在一起 你就有所梦想 第三要去学习帮助别人 要学习帮助别人 不要一天到晚只想自己成功了 我们中国人就想到自己 自己怎么成功 很多时候你要帮助别人成功 反过来 别人就会帮助你成功 很重要 我再次说 你要先帮助别人成功 别人就会帮助你成功 你帮助你主管成功 你主管升迁 拉你一把 你也成功 懂我意思吗 你要帮助别人成功 别人就帮你成功 就好像在我们教会 我们做很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 很多人常常 刘智你们教会 真的怎么那么成功 能够这么快速 在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 找到合适的当地的牧者来执堂了 是不是你什么关系好人头熟啊 其实都不是 其实这里我们学会一件事情 我们总是帮助这些宣教机构去传 而当我们帮助宣教机构去传福音的时候 反过来 我到了当地就跟福音机构说 我现在想执堂了 你可以帮助我找一个合适的牧者在这里 因为有帮助机构去传福音 帮助了他们 他们当然乐意 你既然帮助我们传福音 我们很乐意介绍当地的牧者给你 所以感谢主 这是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很快 能够找到很合适当地的牧者 能够开拓教会 就是我们先帮助别人 所以别人也帮助我们 所以求生帮助我们 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太重要 太重要 第五 很重要 不要怕失败 不要怕失败 要记得 失败不是一个结果 失败只不过是个过程 是一个迈向成功的过程 哈利路亚 失败不是个结果 是个迈向成功的过程 所以中国话说的 失败是什么 成功之母 但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就懒惰了 OK 不是叫我们不负责任了 继续失败算了 No No 不是的 失败是个过程 是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目标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成熟长大 让我们的宝贝更加的硕壮 就像骑脚踏车一样 我请问你在骑脚踏车你有没有失败过 有 我们学脚踏车不要摔过多少次 但是摔跤不是叫你说算了放弃 不是 而是叫你一次一次在学习当中成长 一直到你学会脚踏车为止 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拿着骑脚踏车的精神 我们来面对人生各样的一些关口 但是对中国人来讲 我发现在中国人呢 有一个在我们里面有个很怕失败的阴影 面子放不下 以至于我们总是不敢跨越障碍 来向前奔跑 我们怕失败 特别中国人又喜欢用大帽子来教训别人 你有没有听过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哇 这可怕谁敢贸然 一失足千古恨啊 哇谁敢贸然往前走啊 大家都不敢害怕失败 我发现这个是中国人很大的一个文化包袱 但是你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呢 更何况 在人类历史当中请问你想得出有几件真正千古恨的事情来 你也想不出几件什么千古恨的事情 所以不要被这种啊 这种传统的这种教训让我们心中害怕不敢向前 我们要求神帮助不要害怕失败 我们反而错失神所给我们的机会 有时候你有时候就必须抓住神所给你的机会 勇敢向前 你知道有一次啊 我被邀请到一个教会 一个蛮大的华人教会 他们请我做宣教联会的这个主要讲员 他们这时候请我去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进入跨文化的一些宣教工作 到了那里遇见他们主任牧师 我就问他们教会其实早就为跨文化宣教编了预算 而且呢已经筹划很久要做跨文化宣教 我就问他们主任牧师说 那你们做了些什么呢 那个牧师很不好意思对我说 我们就是还没开始做 我说为什么还没开始做呢 他就告诉我因为害怕失败 万一失败怎么办 啊我就明白了 所以那个聚会好几天聚会结束到最后一天 主日崇拜的时候 讲完了信息 我就对整个会众说 弟兄姐妹今天神感动我 要给一个 我从来没有这样祝福过的话语给你们 他们听了都很高兴 刘牧师有个感动 要祝福我们一个 用从来没有祝福我们的方 祝福过别人的方式来祝福我们 他们好高兴等候我祝福 我就对他们说 我就对神要祝福你 存着必定失败的决心往前走吧 他们都吓着 我说必定失败 OK 必定失败 存着必定失败的决心往前走 我就对他们说 如果你已经存心一定失败 那失败就不可怕了 一定失败 刘牧师说的一定失败 那就不可怕了 一定失败 OK 我往前走 还是继续往前走 感谢主 几个月之后 他们主任牧师打电话给我 好刘牧师感谢主 我们已经 成功的进入墨西哥 开始了第一个 跨文化的福音战 哈利路亚 我们看多少时候 过去就是害怕失败 让他们不敢向前 而如今当他们 放下这个失败的阴影的时候 他们就勇敢向前 抓住神的机会 就能够进入神的命定中 所以很重要 第五个不要害怕失败 第六很重要 要有热情啦 要有热情 太重要了 一个人要成功 一定要有热情 一个歌唱家 一定是因为他热爱歌唱 他绝对不能够 只是因为这工作 不能够不唱 OK 一个运动家 还要热爱运动 他不可能是因为 是我的工作 必须去运动 就不能不运动 他绝对不会成功 一个人 无论做什么 一定要有热情 所以你看见 每次奥林匹克 这个竞赛之后 都还有另外一个奥林匹克 叫禅奥 我想大家都听过 禅奥就是有残障的人 有奥林匹克 以前我第一次听到 禅奥的说 我心想这些人 为什么要奥林匹克 你的分数怎么比 都比不过正常人 直到有一次我 在电视上看见 禅奥的转播的时候 我很受感动 我就明白这些人 他们参加比赛 不是为了分数 不是为了这些锦标 他们比赛 是因为他们心中的热情 热爱运动 热爱运动 我们就看见 这个精神是很重要 今天我们需要 有这种热 无论做什么 都需要有热情 在圣经里面看见 充满有热情 保罗 就是个热情的人 不是吗 我们看见 保罗说 我如果癫狂 是为神 如果谨守 是为你们 可见他里面 是可以为癫狂 有热情 只是为我们的缘故 他很保守 很保守自己 在家里面 如火一样 为鼓 会癫狂的 你看见 有一股热情 但我所说热情 倒不见了 是一定是 我心里的感觉 倒不是 而是一种执着 一种全然尾声的 一种心态 百分之百投入 全然尾声的 一种执着 这是我所说的热情 就像有一次 你还记得保罗 在路斯德传福音 他被人抓住 打 毒打 甚至打到人家 以为他死了 拖到城外 丢到城外 没想到 他被丢到城外的时候 忽然间醒过来 我请问你 如果你传福音 被人毒打 人家以为你死了 拖到外面 结果你被拖到城外 你忽然间醒过来 你没死 你会怎么样 你这么反应 可能你会立刻叫救后车 救命 但你知道保罗怎么 保罗醒过来 没死 再进去传福音 这就是我所说的热情 百分之百的投入 一种执着 一种尾声 我们看见 无论做什么 热情是非常重要 你知道今天常常很多人 会跟我说 刘牧师 你们教会大 当然什么都不缺 什么事都可以做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教会也曾经小过 我常觉得今天教会里面 最缺乏 不是资源 也不是教材 很多人跟我说 刘牧师 我们这里缺乏人 人手 我们缺乏教材 我常觉得今天教会最缺乏 不是资源 也不是人力 也不是教材 今天教会最缺乏的是热情 今天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热情 就算你没有任何资源 就算你没有任何教材 你照样可以找到一条出路 但今天如果你没有热情 我可以给你所有的资源 我可以给你所有的人才 你还是一筹莫战的 热情太重要了 今天我们一定要有热情 来做我们手中的工作 你说怎么样有热情 你不去上课 也不去参加讲座 都不需要 就从你现在手中的工作开始 用极大的热情去做 用极大的热情去处理你的问题 当你用极大的热情去做的时候 你就能找回生命当中的热情 很重要 就从你现在手中的 你不必等到下一个project 你喜欢的project 那是从现在手中的工作开始 用极大的热情 百分之百投入去做 你就能重新找回生命中的热情 Amen 第七 要为每天的生活做选择 要为每天的生活做选择 成功从哪里开始 不是从下一个机会开始 成功永远从今天开始 我再说成功永远从今天开始 每天的生活都是一个选择 摆在你的面前 你要把握每一天所摆在你面前的每一个时刻 选择专心 选择热情 选择解决问题 选择建立关系 要注意哦 我没有问你说你喜不喜欢做这些事情 没有 无论你喜欢与否 在人生每件事情上 你都要做正确的选择 当你做正确的选择的时候 神的祝福必然临到你的 Amen 那最近我很喜欢讲一个名词叫long obedience 持续性的顺服 long obedience 什么意思 就如果你做一件对的事情 而且持续的有热情的去做 那么总有一天神的祝福必然临到你 Hallelujah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天生活都是一个选择 按照这七个原则 让每天做正确的选择 弟兄姐妹今天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什么是你心中的热情 思想一下 你现在能够做些什么 来达成你的目标 或是说你所面对的烂阻是什么 你想要怎么去克服这些烂阻 让我告诉你 成功永远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不是一处而及 而神就是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主宰 求神祝福帮助我们 然后每天来亲近神 寻求神的指引 仅仅的跟随神 你就能够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Amen 愿上帝祝福你 我们就可以有些时间讨论一下 好吗 其实刘牧师 您还有点时间可以等等吧 最后那个讲 有在讲吗 继续 好好好 那其实我们看见从成功到有意义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更重要一件事 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不大喜欢讲成功 那我们但是我们不只是追求成功 成功很重要 成功很重要 但我们不只是追求成功 我们更是要活得有意义 怎么样能够活得有意义 我就提供你三方面 第一个 要从物质到价值 从物质到价值 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追求成功的时候 我们希望得着物质 人们都在追求物质 但到底有什么能够带给我们 生命的意义跟满足的呢 我相信我们都明白 物质跟金钱 是无法带给我们满足的 我记得有一本书 这书名叫做 穷的只剩下钱 听过这本书的名字 穷的只剩下钱 可见的物质的本身 不能够带给我们满足跟喜乐 我们看见当你年老退休 我请问你 想想看 你年老退休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 能够带给你真正的温馨跟满足 你发现有一天 当你年老退休的时候 你的事业早已经是别人的江山了 OK 无法带给你满足 当你年老的时候 真正带给你温馨 回忆跟满足 只有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你的信仰 一个就是你的家庭 就是信仰跟家庭 想想看 如果这两件事情 是在你年老的时候 真正带给你温馨回忆 那你在年轻的时代 不一定要好好投资 在这两件事情上吗 信仰跟家庭 值得你投资 值得你投资 第二 要从追求到给予 从追求到给予 我们看见现代人追求成功 不断地追求 但我请问你 要追求到多少 才得到满足 曾经有一个人问 洛克菲勒 在美国的大富豪 有人问他说 请问你 你再赚多少 你觉得才能满足 你知道洛克菲勒怎么回答吗 他说再多一点就好 再多一点就好 不然他永远不满足 他已经够有钱 再多一点就好 永远不满足 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 每一个伟大的企业家 始终变成伟大的慈善家 你们发现 每一个伟大的企业家 或者电影明星 始终他都变成伟大的慈善家 换句话说 你在追求得的过程当中 永远不肯得到满足 反而在你给予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找到 自己生存的意义跟价值 我在说 每一个伟大的企业家 始终变成慈善家 你发现 他过去所追求的 没有要带给你满足 所以他给予出去的时候 才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跟价值 来学习给予 第三 我说要从堆积到培育 什么意思呢 因为中国人最喜欢积攒财宝 我们最喜欢积攒 堆积堆积 但是就像耶稣说的 一个人只是为自己积攒财宝 却失去了永生 那什么意义啊 我们应该想到传承 培育下一代 用你的经验 用你的资源 来祝福下一个generation 让你的生命能够传承下去 你的生命才能够越来越有意义的 Amen 所以祝福大家 不但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Amen 好 非常感谢刘牧师 哇 这个 基本上 您应该写本书啊 这个这么精练的 我觉得 也是代表 大家非常感谢您 这个 其实真是 别说您分享了这么多 随便一点 您讲 就那一点 我们这一个小时听都已经够够本了 这是十倍的 十倍二十倍的 这个很高 谢谢 谢谢 那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就自己来mute 这个unmute 然后欢迎大家问问题 尽量呢 简短的问题 然后就 有问题的就请问徒牧师吧 现在你们所有人都是在mute 不能发声音 所以你自己要点一点那个mic 你就可以问问题 刘童牧师 我想问一下 能听到 我现在呢 是在一个餐饮的行业里头 我们餐饮 就是说 我们公司有 全球有五十多家店 是中国的一个一线品牌店 然后我是在其中的三家是有 我是股东 股东之一 然后我还有工作 我也属于公司的高管 我也有工资 但是我们的体验是从中国来的 如果在这里头传统店 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 我受感动是因为 三年前我们餐馆来了一个 就是台湾人 然后他是做IT的硕士 可是他从餐馆来 就是我很感动很感动 就是他就是做洗碗 他做洗碗的目的 在我们餐厅做船服业 然后因为我是股东 我是小股东 我也没有这种就话语权 我就发现我们的店长啊 是中国派来的管理层啊 都对他很排斥 就说不要影响工作啊什么的 但是我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其实我心里是自动的 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你不要影响工作 只能是在吃饭的 吃午饭的时候跟员工传服役 真的在他的影响下 好几个员工都觉知了 然后我就特别感动 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要自己创立一个公司 是我 就是我创立自己的餐饮品 创立自己的餐饮品牌吧 但是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 我害怕失败 我这个想法筹备了三年了 然后现在就是说像你说的 是要祷告 求神的活神 就是我没有信心 因为我害怕失败 然后 其实 然后我受的影响就是 就是美国那个炸鸡店 叫Chickfield A 他是进行企业嘛 就是员工说了一句话说 我在这个企业里头 并不是说代表我比别的企业 赚钱有多少 但是这个企业让我成长了 我就特别感动 他两个原则就是对 食材控制的特别好 第二个就是 对员工 真的就是说爱人如己 总是像在 我自己 自己成立一个群 我就说 叫餐服 然后 这个就是这种方法 这是一种方法 你知道吗 你不需要正面的去做 你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管道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在我们公司 我们是很成功的 其实是很成功的 就是我们的 在任何个地方都是 都是第一品牌的 然后我 我也是股东 我经济 在我的经济收入是很可观的 然后 这都不代表就是人生的意义 我就说 想在一个我创立的企业当中 能够就是 传福音 做这个日常宣教 对 所以你要做的聪明 要是智慧 就是要求神给你智慧这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 不要在 就有种合适的 所以你要求神给你机会 我觉得机会是很重要 要求神给你机会 因为这个机会 真是从神而来 那神把机会摆在你面前 你抓住机会的传福 就会有果效 所以我觉得你要常常做这个祷告 也求神给你美味的心 看见这个机会 比如说 有些时候 你比如说 你刚刚讲到这种群 是一种机会 对不对 你也可以说 在不同的人 跟不同人见面的时候 看见他 刚好在人生的一种困境当中 刚好在那个机会 你跟他在一起 可以有机会跟他传福音 这也是一种方法 就是说 你要一个敏锐的灵 看见神所为你预备的机会 是很重要 把握住机会 就可能成功了 就是害怕失败 对 那这个你要求神帮助你的 看见机会 就抓住机会 就这样 很简单 就能胜过失败 你永远害怕失败 就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那你就求神给我机会 看见机会 给你个敏锐心 看见机会 那我觉得神就会带领你 向神祈求神就会带领你 进入那个机会当中 你们好 我们看看 谢谢 我们看看 有别的朋友们 抓紧这个机会 真的很难得 问刘牧师 刘牧师你好 我 我也姓刘 刘刚 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那边今天讲得非常好 尤其那七个原则 我自己都 每天都在尝试去做 我也有些 新的内容 但是你也提到了 如果在退休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一个信仰 如果没有一个家庭 这实际上是完全的失败的一个 不能算成功 对于我来说 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就在于 当我在追求你所说的 这些成功过程中间 怎么样避免把工作当做偶像 然后失去了家人 失去了信仰 我不知道你的讲道中 有没有哪些地方 要给我们建议 是 这个就是说 你这个完全在于 你怎么管理你的时间方面 因为你要知道 你的时间就是 分配是很重要 你怎么样不让你的这个工作 取代了你在神面前 亲近神 侍奉神的 在教会服事的这种时间 以及不要剥夺你对家庭的时间 你需要为自己设一个boundary 你知道吗 那如果你不设这个 这个界限的时候呢 这个工作的要求是无止境 那特别在我们湾区的话 你要在湾区这里 这种越好的公司 连从早饭吃到晚饭 都包了给你 换句话说 你就在公司从头到尾了嘛 你如果在卖命 从头到尾 他公司都要你鼓励一下 但你要画个界限 为你自己画个界限 我必须 礼拜天 我是要到教会去的 我要在教会服事的 我要能够完成神在我身上心意 我在家里面 我知道我的时间 必须要回到家里面去 我的孩子的几个重要的里程 我一定要去参与的 这些界限是我们要 要抓住的 那有些时候 虽然你会觉得说 会不会我失去成功的机会 这样 其实错了 机会永远会来 我们人常常会说 我错过这个机会 神永远会给你新的机会 所以不要因为你说 我只有这个机会 永远不会永远这个机会 所以你不要害怕说 如果不拼命了 我以后就不成功的 不会的 所以你不要让成功 好像剥夺了你对家庭 以及对教会信仰的这个时间 基本上就在时间上的管理 你一定要给界限在那里 一旦你的界限设立好了 你就工作 就不可能成为你的偶像 好吧 谢谢 好 我们再有机会 再多一个问题吧 大家抓紧这个机会 最后一个问题 假如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再一次感谢流通牧师 然后呢就 我也大概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个月 我们会有安平布施 到时候大家 就看我们的通信 提醒大家下个月的 那 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 明天 你们大家会在这个 天路的网站上 会看到今天我们这个录影 会录影 该很好 再一次 谢谢流通牧师 谢谢 再见 祝福大家 谢谢流通牧师 所有成功的人生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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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